又到了BB位 那么这里的Fastus已经是一个All-in了 他这里的思考是在思考什么呢 他选择了跟住Moss 是想要默契的急泡泡 那其他人会不会配合他呢 他这里如果选择跟住 那么就是选择默契的要急掉他 如果这里选择了直接去All-in 那么可能就是想要留着Fastus在场上 继续剥削其他人 大家都是选择了跟住 他那么看到这个场景 Fastus也是知道 刺激这手牌应该是走远了 因为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一个四加底池 就是一手六四扎射 除非Flop是看到三五七之类的牌了 一张引出来了 那这样子的话 比较的艰难了 我们可以从左边的屏幕看到 我们的Fastus只有3%的机会去赢下这个底池 是非常的渺茫 那所有人是选择了check过牌 一张五 我刚刚说到这个翻牌如果出现三五七这牌 他才有救 现在已经有机会出现了 对已经出现两张 给了他一个双头买顺的机会 很神奇 Fastus看到这个转牌之后又 有栏起一丝希望 忽然又觉得 哎 来看一看一张二和一张七 当然不要是黑桃 除了黑桃之外的二和七 没有发出来 那么他知道他的流汗是结束了 结束了他这次的比赛 对 没有办法赢过任何一个人 那我们在这一手之后 我们的Fastus就会成为我们今天的Bubble Boy 他选择这里做一个下注去偷取底池里面的死钱 我相信Otoyal可能是希望 他在这边偷 其实他想要继续让这个Bubble 继续的维持住 因为他的筹码是最多 他可以在这时候继续来统治桌上的玩家 对 而且他也是在最后一个行动 在前这位所有人过牌的情况下 那这里即使有一个很大的对子圈 也很难去抠 对 因为他也知道说对手 不太会在这边做一个投机 对 如果这里只有K嗨 他是觉得有可能发生会有一些机种 这样子的话 只要他留在场上 哦他选择跟住 还是选择了顽强的跟住 我这个真的非常的狡猾 是啊 对 这个SIG HIGH真的是最肉的牌 对 对 你不是还小的组合了 2-4 2-4顺着 哦对2-4也是顺着了 没有人来说 MING PAO CANADA